那這個我們今天要講排列 排列就是把東西排成一列 要去討論它的方法術 可以嗎? 把東西排成一列 要討論它的方法術 那這個排列的第一個特徵 就是有順序 有順序的 就是排列 可以嗎? 有順序 那我們來看 首先先去介紹一些計算的這個單位 來第一個階層 這個n階層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從n 乘n-1一直乘到1 可以嗎? 那第二個我們去規定 0的階層是1 0的階層是1 這是規定 那為什麼會這樣規定 以後就會跟你們講 好 那來 例如說5階層是什麼意思 就是5乘4乘3乘2 再乘1 那這個5階層除以3階層會是多少呢? 同學 5階層除以3階層 就把這3階 移到分母去 就剩下5乘4 可以嗎? OK 就是把這個 5乘321再除以321 就剩下前面兩下 可以嗎? 好 那再來 這個n階層 它在這個計算的時候有一個托法 可以怎麼寫呢? 如果n階層它可以寫成 它就代表n乘到1 所以如果把n留在外面 裡面就剩下n-1件 到1 可以嗎? 因為n階層是n乘上n-1 一路乘到1 把n留在外面 就剩下n-1階層在這裡 把外面的衣服脫了 就剩下n-1件在裡面 那如果脫兩件衣服 裡面就剩下幾件 n-2件 可以嗎? 這樣OK 這應該還蠻好理解的 例如說 5階層就可以寫成 5乘4 在層上剩下3件到裡面 可以嗎? 像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開始介紹這個排列這個符號 首先 5個人中 取3個人排列 這個 人是相異的 同學這個 通常 這個人沒有可能有相同的人 懂我意思嗎? 相同的這個東西在邏輯上都很奇怪 所以 人都是相異 然後那排成一列 每一個排列的位置就有順序 這個時候我們就叫他p5取3 permutation5取3 可以嗎 這可以 好 那我們怎麼分析這個排列呢 例如說 3個人取3個排列 這時候叫p3取3 可以嗎? 那針對第一個位置會有幾個選擇 會有三個選擇 可以放入a人 可以放入b人 可以放入c人 可是人不可能重複在兩個位置 對不對 人不可能重複在兩個位置 所以呢 a人完以後剩下bc b完剩下 ac c完剩下ab ab都用了剩下c ac用了剩下b ba用了剩下c bc用了剩下a c用了剩下b cb用了剩下a 你會發現他的層次會越算越少 3乘上2乘上1 所以呢 我們最終的結果 就知道 這個p3取3 就叫做 3乘上2 乘上1 可以嗎 這是3乘2乘1 也就是3階層 好 那所以呢 我們這時候如果是5個人裡面取3個人排列 叫做p5取3 可以嗎 那這個p5取3 這時候 你會發現 這裡是有三個位置 因為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 位置會被用完 所以我們用位置 去選人 通常你會把 會用完的人拿來做選擇的主角 聽得懂嗎 如果 這時候位置比較少 那這個時候就用位置去選人 如果人比較少呢 就用人去選位置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那來 在這三個位置裡面 第一個位置有5個人可以選 用掉一個人就會 變少 對不對 因為人不可能重複在這兩個位置出現嘛 所以這個也剩下4 再來再少一個人就剩下3 所以我們從這邊 就知道 p5取3 就叫做 5乘以4乘以3 你寫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想說 可不可以用階層來表示呢 可以 他可以怎麼寫 叫做5的階層再去除以幾 去除以2的階層 那這個2的階層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全部本來有5個扣到前面的3個 剩下2個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 5的階層 再去除以5 減3的階層 我們會發現 這個 在算這個排列的時候可以用 上階層 除上 上減下的階層 來計算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所以排列可以這樣子 好 那回到這裡 為什麼0階叫做1 可不可以解釋 來你看 P3取3就叫3階層 對不對 那如果你寫成公式 可以寫成 3階層再除以多少 3減3的階層 同學 所以這個0階層是不是一定要定義為幾才行 1 聽得懂嗎 所以說啊這個叫做3階層 除以0階層的0階層就要是1 好 這樣可以 OK 那這個排列 後面我們最後整理一下 M個人取N個人排列叫PM取N 那這個PM取N 是多少 M個人裡面 去排N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是M 個選擇 第二個位置少一個人叫做M-1個選擇 第三個位置少兩個人叫M-2個選擇 依此類推 你會發現 第一位叫做M-0 第二位是M-1 第三位是M-2 是不是主標會少1 所以第N位會是多少 然後 就可以寫成M-N-1 變M-N加1 可以嗎 這樣可以 好 那這裡有一個口訣 他叫做什麼東西 他就叫做M 落下N個 排列 排列 排列就是M落下N個這樣排 從M M-1一直到M-N加1 可以嗎 像5的話 P5取3就5 4 3 5落下3個 好 那如果你要去整理成階層的時候 是不是後面從M-N開始補 到1 再把M-N到1除掉 我再說一次喔 這時候如果要去算階層的時候 從後面補上M-N 一直乘到1 再去把M-N到1除掉 可以嗎 所以上面就變成M-1的M階層 下面就是多少 就是M-N的階層 除掉的是從M-N到1的M-N階層 可以嗎 好 所以呢我們剛解釋過了這個公式就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一個個列 一個是用階層表示 一個個列 我再說一次叫M落下N個 剛有超薄把它擦掉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上階層 再去除以上面撿下面的階層 到這裡可以嗎 這應該有學過 這個公式 但實際上 我們很少用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 我們通常都是用什麼 用懲罰原理的印 對不對 都一個一個 畫框框列出來去整理 通常排列組合 我們都是用扯法原理 反而公式很少見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簡單的寫一兩個公式的問題 來第一題 第一題我也不會解完 我只是跟你們講怎麼解 喔 來 第一個 Pn取3 比上 Pn加2取3 加5比12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下面是不是明確 就可以直接展開 你懂嗎 因為你知道 是不是只要往下寫3個就好 所以這個原題目 它就可以寫成 N乘上N-1 乘上N-2 去比上 N加2 乘以N加1 乘以N 等於5比12 去算就好了 可以嗎 喔 那算完的結果 外向相成 等於內向相成 而且N是不是可以約掉 再去整理就行了 不過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我就寫在旁邊 如果是Pn取N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M要 大於等於N 可以嗎 那 這個時候 N 是怎麼樣 大於等於0 可以嗎 可以取0個沒關係 取0個就是1 可以嗎 什麼都不要就1 好 第二件事情是 M 多大式 非負的整數 對 假設你如果取人 P3.5取4 3.5可能取4個 怎麼可能 懂我意思嗎 第一個是這個數量的大小 應該是上面要比較大 下面比較小 第二件事情 人不能是小數 可以 好 所以這題我就不多講 好 那這個怎麼算的會吧 解開來就解一而二次 可以嗎 這外相相成內相成解一而二次 那第二題呢 第二題稍微複雜一點 第一件事情 你要寫幾個展開字 知道 當然不知道 因為下面是N 分母 不是 他的P的下方是未知數的時候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不可能知道你要展幾個 只好用階層展開 聽得懂嗎 所以這裡怎麼寫呢 來 我們知道 P上下的話 叫做上階層 再除一除一 上減下的階層 對不對 所以呢 原式 就可以寫成 8階層 去除一 8減掉N-2 變8減N加2 10減N的階層 比上 8階層 去除上 8減N的階層 叫做1比2 接下來怎麼做 同學 接下來是不是想要盡量消掉位置數 首先8階跟8階都可以消掉 這可以吧 再來怎麼做 上下如果約掉以後 這時候8減N造型 可是這個10減N階層很有趣 10減N是比較大 代表他衣服穿得比較多 可不可以脫掉 可以 所以這個10減N的階層 這個項 他就可以寫成 10減N 再乘上9減N 裡面剩下8減N這麼多件 那這時候8減N一樣是也可以消掉 等於1比2 所以接下來你要解的 就剩下 10減N 乘上9減N 分之1 比上1 會是1比2 再去求N就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最後我筆記 弟弟你要跟我要 我把它傳到社團裡面去 妹妹我們加一下社團 你有加進去嗎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反正就是你們如果來不及操 今天筆記會上去 好不好 那我們稍微的 我的語數會快 但是你們應該是有聽清楚 來接下來第二 如果五個男孩四個女孩排成一列 任兩個女孩都不相離 有幾種排法 來 那這時候就要畫圖 人都是相異的這強調也是 五個男孩叫他A B C 租一 那這個時候A B C 租一 跟四個女孩排成一列 如果女孩都不相離 這時候怎麼辦 同學 如果都不相離 是不是代表他們不能碰在一起 所以我們是不是只要插入男生的空隙就好 所以不相離 可以去使用插入法 插入別人的空隙 那既然如此我們來看 這個五個男孩四個女孩排成一列 假設男孩叫做大血 女孩是A B C 租一 小血 可以嗎 那這時候來 第一小題 A B C 租一 先把男生排下去 可以嗎 那男生排下去有幾階層 第一個位置有五階 五階 五階 五四 三二一 叫五階 可以嗎 所以男生排叫五階層 接下來女生有幾個選擇 如果女生要插空隙剩下六個相應的空隙 對不對 那是用女生去選空隙還是空隙選女生 是用女生去選空隙還是空隙選女生 誰要用完 女生要排完還是空隙會用完 女生要用完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女生去選空隙 如果用空隙選 空隙裡面一定會排到女生嗎 這不一定 所以你不能用空隙選 你要用被用完的人去選擇 那這個時候來 第一個女生有幾個選擇 假設從A B C 租一序選進去 第一個女生就有六個選擇 再來五個 再來四個 再來三個 理解嗎 好就這樣 這一題的啟示是 因為女生會被用完 所以用會被用完的人去選空隙 可以嗎 好 不用講的應該可以 那第二小題 他說男生不相領 而且女生也全部相領 螢幕說男孩全部相領 而且女孩也全部相領 這時候代表是 女孩是不是也要把男孩全部隔開 如果剛剛的情形 這時候女孩有可能會讓男生跟男生碰在一起 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我們男女都要不相領 代表男生排完的時候 女生只能留在中間的空隙 把男生們全部隔開 安排好模型就可以算了 男生排叫五階層 這時候女生排叫四層三層二層一 基本上你去想像 這個模型要怎麼安排 那排列的話 很好安排模型 就排成一列而已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個模型要怎麼安排 第三他說A B C租一 F 六個家 任三家不在同一線 進BC兩家沒有直接的通路 BC兩家沒有直接的通路 鐵頭自A出發 不好意思少打自A出發 訪問其他五家以後訪問A 每家不得重複訪問 那問訪問路線總共有幾種 這時候你是應該會先畫一下 他的略圖可能長怎樣 這時候來 對於A B C租一 F 有六個家對不對 那這時候A是不是跟其中都相連 對不對 B跟C中間沒有通路 但是B也會跟其他幾間相連 C跟B沒有通路 但是C也要跟其他幾間相連 D 跟BC A E F都要相連 E跟F E跟全部人都要相連 圖是長這樣子 可以嗎 好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從誰出發 從A出發 返回A 代表A會不會參與排列 實際上A再怎麼排 也不會影響到他的方法術 因為A就站頭站了 聽得懂嗎 A就站頭站了 從A出發 排完返回A 所以A就站頭站完 不會影響到方法術 好 那這時候我們去想 接下來要怎麼排 首先來 A出發回到A 那中間是多少 隨你 B B租 C C租 C E F A 可以嗎 來 從A出發 B租 C E F A 當然OK 對不對 這是可以 那再來試一次 C租 B F E A 也行 B租 C E F A 也行 B租 C B B租 C E F A B租 C E F A 是怎麼樣 B C可不可以相領 不相領 可以嗎 所以 有提議我們知道 我們要討論的是 任牌 但 B C不相領 那B C不相領 是可以用插入的 所以來 租 E F 先排 三個人全部排 叫三階層 這時候把B C排進去 乘以4乘以3 第一個選B 第二個選C 可以嗎 這樣OK 好 這裡講完了 我們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 我會繼續往下講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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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ذ喜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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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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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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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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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嗎 好 所以從這邊呢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裡的係數都有 巴斯卡三角形的味道 記得巴斯卡三角形嗎 以前國智偶學過 有一個三角形 他的係數是這樣組合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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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1 4 6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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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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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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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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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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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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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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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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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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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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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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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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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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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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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第二位 對不對 所以一樣是五個選擇 可以嗎 這是6-1 不是不好意思 5-1加1的選擇 把0加回去 前面用了一個 可以嗎 這個註解不用寫 這個註解不用寫 這樣OK嗎 那再來再用一個是下四個選擇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一直減少 因為把0加回去的關係 沒有一直減少 是因為把0加回去的關係 這樣OK嗎 那當然的是也可以用扣 也可以用全部扣到0在守衛 或者是 全部 扣掉0在守衛 模型的話 如果你不逃 不避開0的話 就要6乘5乘4 那就扣到1乘5乘4 是這樣就行 一樣答案是一樣的 可以嗎 這樣OK嗎 一樣答案 好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題 那第二題呢 第二小題是偶數 012345 第二是偶數 偶數的話你就要小心的分類 因為你可能會用到0 可能不會 對不對 可以嗎 來第一種情形 末位是偶數的0在屁股 如果0在屁股這裡 代表這個守衛可以是幾 12345 所以有5個選擇 可以嗎 選擇寫上面 這時候有12345 5個選擇 可以嗎 所以就叫做5 用到1 剩下4個選擇 假設用到1 這時候剩下4個選擇 可以嗎 那如果屁股不是0呢 是用所謂的2或者是4呢 假設我們用到2好了 可以嗎 那這時候守衛 是不是變成 1 3 3 4 5 因為0不能用 對不對 2也用掉了 可以嗎 所以這裡剩下4個選擇 再用掉一個以後 加回 0 所以這裡還是4個選擇 那屁股這裡本來是先 先討論的有兩個選擇 可以嗎 這中間用什麼連接 貨連接 把它加起來 這OK嗎 可以 看得懂嗎 注意喔 這個2或4是先討論的喔 限制的條件先討論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5 5 5乘以4 加上2乘以4 6 5乘以4 5乘以4 x4 6 5乘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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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個呢 3的倍數 跟你講3的倍數基本上是這一題裡面最難的 所以我們先講第4個 4的倍數 同學 怎麼樣去決定他是一個4倍數 先講這裡 怎麼決定一個4倍數 莫幾位 莫兩位 對不對 莫兩位是4的倍數就好 可以嗎 那這時候你要注意喔 莫兩位可不可以用到0 有可能會用到0 所以開始喔 來 莫兩位是4的倍數首先從 匡0 4開始 從最小開始匡0 4 那用到0跟4來同學 用到0跟4這時候有幾個選擇 這有4個選擇 可以嗎 你可以寫在後面也可以寫在下面 再來 匡12呢 假設你1跟2用掉 你0可不可以在首位 不行 所以現在幾個選擇 3個選擇 再來 匡20 4個選擇 再來 匡24 3個選擇 再來 匡9 3 3 2 這個選擇 3個選擇 匡3沒有了 然後再次從4 你會發現我縱使是數 也不會亂數 有小到他一個一個去算 避免算錯 匡40 就這個選擇 就這個選擇 你用到4跟0 你會發現有四個選擇 對不對 再匡4是不可能 再從5開始 5、2 一樣是三個選擇 還有沒有 04 12 20 24 32 40 52 應該就沒有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全部的結果就是3加 4個3跟3個4 所以變成 4乘以3加3乘以4 等於24個七七 OK OK 交通 好 那3的背錯 3的背錯 什麼叫3倍數 3的背錯怎麼來的 數字的 核嘛 對不對 3位 數字 數字盒 核要是3的背錯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來 3位數字 還要是3的背錯 有幾種情形 有幾種情形可以討論 第一個既然你要它核是3的背數 我們是不是就要去分類 怎麼樣加起來是3的背數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的數字有012345 你會發現3個3個1數的話有3種 一個是3的背數 一個是3的背數多1 一個是3的背數多2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第一個先分類 分成3的背數 3的背數多1 3的背數多2 3的背數有0 跟3 3的背數多1有1跟4 3的背數多2有2跟5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怎麼去算 第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 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是不是 只要各取一個 絕對是什麼 你只要各取一個 是不是絕對就閃了背數 像315是不是閃了背數 對吧 例如說 這個 420是不是 是 但是042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我們一樣要討論0的問題 這時候就可以分正面或反面來討論 可以嗎 好 來我們先從正面來討論 這三個 對調也行嗎 312 312 213 123 都是3的背數 所以來 首先 如果是3的背數在前面 3K 3K這一類在前面的時候 那後面是幾 所以要一個3K加1 一個3K加2 這時候 這時候3K是不是只能是3 3K加1是有兩個選擇 3K加2是有兩個選擇 所以他還可以對調 可以嗎 聽得懂嗎 這時候只能是3 不能是0 所以叫做1 乘2乘2 再對調到幾階 2階乘 看得懂嗎 像這個就是3 12321 這一種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第1種情形 或者是什麼情形 或者是如果是3的背數加1在前面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就自由了 3的背數加1在前面 那3的背數加1 這時候 不管是誰是不是都可以當首位 那這時候來 3的背數 跟3的背數加2 0是不是可以就在中間了 0 3跟25 甚至在後面對調都行 可以嗎 這叫做2乘上 2乘以2 再乘上2階乘 可以嗎我用括號來括我們不同的 這個 內容的區分 那最後同樣的道理 如果是3的背數加2 在後面 是不是一樣 後面這兩個 後面這兩個 再怎麼對調是不是也行 他說2 25 在乘上 2乘以2 跟2結乘 這是正面的結吧 可以嗎 那這是 102 20 4 3 2 因為我們知道首位是不是要討論 有0沒有0 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先把0搞定 再去處理其他東西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這樣OK嗎 那有的老師在討論時喜歡正面喜歡反面 我要告訴你都可以 那我這時候是用正面我以前就用反面膠 那我覺得正面也蠻合邏輯的 這樣OK嗎 再加起來是多少 就靠自己算一下 好不好 8 8 16 16加8 算起來是40種 可以嗎 想一下 你看我的做法 都差不多 去分析他的特徵 做分類 然後慢慢的排出來 對不對 分析特徵 分類排出來 然後你還可能可以選擇正面 或反面 處理我們的問題 這一題的話 我們 再講一下才給你們稍微休息個5分鐘 看你們有點累 休息個5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繼續再講 我們今天絕對上 不好意思 就是撐一下 那這個 來 我剛說反面也可以 對不對 012345 反面怎麼看 看好 來 3的倍數 一樣 3的倍數多1 3的倍數多2 0314跟2 那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是不是各挑一個 就會有3的倍數 所以來 3的倍數 3的倍數多1 3的倍數多1 3的倍數有兩個 3的倍數多1有兩個 3的倍數多2也有兩個 這時候這三個是不是都可以對調 但是要扣掉 但是要扣掉什麼 0在首位 3的倍數多1 3的倍數 3的倍數 3的倍數多2 3的倍數多2 2 這裏是不是可以對調 3個對調到3階 兩個對調到2階 所以是 2乘2乘2 乘3階 去扣到1乘2乘2 再乘上2結 請問你這樣是不是一樣40 6 8 48 8 648 8 648 8 等於40 一樣 對不對 你邏輯正確 正面反面都可以算 但通常正面比較不容易錯 因為你們比較習慣講 好 都講 那休息5分鐘 休息5分鐘 跟你們再算 喔 來 休息一下下 夥伴 這個 等一下 我先趴完 我就說準備 沒有這個因為 這次考試這個 以前都感覺 奇怪 回去趕快 這一塊跑 這塊沒有問題 我還要 還行 休息一下 西邊就走一走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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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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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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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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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c 你们学校 那下礼拜